今天很開心可以請到天文台台長接受我們的訪問 台長多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台長我想問我們可以在哪些氣候和自然變化當中 可以知道我們全球暖化現在正在發生呢 其實很多跡象都可以看到氣候正在變化 全球暖化特別是幾快速的 這幾年幾十年是溫度升得很快 我們怎樣知道呢 可以看我們背後的草棚 草棚是很多年了 有百多年的歷史在草棚量度溫度 我們看到溫度升得很快 這個其中一樣當然我們不單止量度溫度 它有其他天氣的元素 譬如說是那個水位 我們量那個潮池的水位 如果說是那個雨量也有些變化 當人間除了氣象 有其他什麼跡象可以看到大家都知道 譬如你看到一些花 看到附近的花 譬如開花的時間是沒有變化 譬如雀仔 雀仔亦都受影響的 譬如有些候鳥 它會不會有些氣候變化 會早些或遲些來香港呢 這些是很多種跡象 都告訴我們 其實那個氣候是在變化的 我想問 在全球暖化發生著 現在 但是為什麼香港 今年的冬季都會這麼冷 就是持續這麼冷 就全球暖化的情況之下 背景之下 其實就是有一個現象 就是那些氣候 或者是那些天氣的變化 是出於極端的 極端的 譬如過去那年 2010年 我們是有幾個溫度都破了紀錄的 包括是比較冷 也都包括比較熱的 這類極端的天氣 在這個全球暖化的背景之下 是會出現得越來越多 這個結論 就不是天文台得出來的 是全世界很多國家 是幾千個科學家 得出來的結果來的 極端的天氣出現 就意味著是很多時候 我們是天氣會是有些熱浪 是很熱的 也都有一些寒潮 是會維持得比較暖的 即是比較久的 你問我為什麼會冷些 其實是冷些的情況 是會冷的 但是如果你是平均回它 那個溫度平均回 你看得到就是我們香港 就算香港來說 這二三十年那個溫度 整體的趨勢是上升的 近期歐洲 他就受到這個寒流的襲擊 台長也都曾經提及過 這個現象是和這個冰量減少有關 台長可不可以詳細地解釋一下呢 其實這個現象 是有些科學家提出過的 但是這個其實他們提出 也都不是很久 所以其實是在研究中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說法 為什麼在北極那些冰溶溶了 溶了是海水的面積多了 而導致我們香港華南的地方 還冷了呢 其實這個現象是察覺到 但是背後的解釋 這一刻就沒有定論 正如我所說 是其中一個說法 這個我想是需要時間研究 我們才知道 有部分科學家提出另一個學說 就說其實現在不是全球暖化 而是全球冷化 甚至可能會進入冰河時期 你會對這個有什麼提法呢 這個說法其實是沒有什麼科學基礎的 因為我們看回 無論過去多少年的歷史都好 其實那個數據 比我們說到全球是暖化的 整體上是暖化的 正如你所說的那個冰河 那些其實是一些斷測來的 它背後來說 那個科學證據就不是那麼強 如果看不單止在香港 很多地方其實那個溫度 是逐漸慢慢上升的 有些地方升得挺厲害 香港來說算是比較明顯的 特別是市區 過去百多年是升了1.5度 即是一度半 其中一半就是因為全球暖化 大約是0.7度是全球暖化 另外有0.8度是因為城市化 為什麼我們知道呢 城市化就是 因為香港天文台這個位置就是城市 尖沙咀很多人 人流很密度 一個是很代表城市的環境 為什麼我們可以知道城市化 是佔了0.8度呢 其實我們是比較了香港天文台 和在新界北邊那個打鼓嶺那個站 比較得出來的 那之前提及到水平線 如果香港的水平線升了10cm 那會對香港有什麼影響呢 10cm呢 就不會是很多的 其實來講 大家感覺不是大的 但是呢 影響來講 就會是打風的時候 平時應該不會覺得的 因為我們平時呢 每一日那個潮水的變化是1米的 比起10公分 就肯定是多很多 那如果是升了10公分 即10cm的話呢 就會影響是打風的時候 如果想想打風的時候 那個水位會升高的 我們過去歷史都見過了 譬如是 兩三年前呢 大澳浸得很厲害的 那那些是叫風暴潮 那如果風暴潮的情況之下呢 那水位本身是升高了10公分 變成是那個浸的 水浸那個災害 那個破壞呢 是更加厲害的 嗯 那呢 在過往20年 全球海水的溫度 是上升了0.5度大概 那這0.5度 會不會大自然帶來 有什麼影響的 其實會是很厲害的 因為呢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其實水呢 或者海水呢 即我們要把它加熱 是很難的東西來的 即所有物質之中呢 水那個含熱那個能力 即英文我們叫做 就是Heat Capacity 或者叫Specific Heat 那是最大的 即這麼多一般的物料之中 水是最大的 那但是 為何間呢 我們留意到 即天文台留意到 過去幾十年呢 那個溫度呢 是升了0.5度 那這個其實是幾厲害的 因為呢 水能夠升到0.5度 是代表了呢 它已經吸了很多熱 吸了很多熱 吸了很多熱 很難回頭的 即是很難說 我們要的水呢 是跌0.5度 其實很難的 因為呢 我們是 人類呢 過去二百年 用了很多生化 即化石的能源 使得我們大氣裡面 那個能量是多了 即那個熱量是多了 那熱量是多了 那熱量去了哪裡呢 那其實是 一部分或大部分 是去了這些海水那裡的 那海水升1.5度呢 其實是象徵 是一個幾重要的影響 如果將來來講 我想 如果升到一度 其實是那個 影響得很厲害的 即包括影響 那個天氣啊 生態啊 那些 有影響 那之前 台長網誌 就提及過 出現1小時 100毫米 或者以上的大宇宙 其實現在慢慢地縮短 1小時最高的魚量 也都不斷地被打破 這兩個數據呢 可以給我們一些什麼警示呢 是的 即是我們呢 很長時間 那個紀錄呢 是 1小時 100毫米 這個是維持了 有成80年 基本上 但最近這幾年呢 是頻頻這樣 這些紀錄是破了 那2008年呢 6月份 我們有一場大雨的 那1小時 去到145毫米 那這個紀錄 其實是很驚人的 很驚人的 那對香港人的影響什麼呢 其實是很簡單的 就是 第一 就是水浸 機會高了 因為突然間 這麼短時間 下這麼大雨 水浸會多了 那如果我們 香港政府是做了些事 即是派水 培務處 將那個水浸的黑點 改善了 但如果是 這些這麼大的雨 是出現得多的話 其實會影響 即是帶你水浸會多些 這個是一樣 那第二樣 就是山梨傾瀉 如果一個小時 下這麼大雨 是會 山梨傾瀉的那個機會 也會大了 那我們想得到 過去試過山梨傾瀉 香港是 試過有些人命損失的 那那個其實都是要留意的 那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 是有衝突的 那可不可以達到一個雙贏的局面呢 其實 可以的 其實這個是 我想 其實是要大家可不可以齊心 社會可不可以 譬如個人來說 可不可以用多些綠色的科技 可不可以用多的行業呢 可不可以選擇一些綠色的科技來取代呢 或者是 甚至是 甚至是 投身綠色科技的發展呢 那其實這個是 是很好的機會呢 是使得 使得 香港呢 是 可以 利用這個 所謂的一個危機呢 轉變成為一個 是很好的機會 那最近呢 生態足印呢 就引起了很廣泛的討論 那你對生態足印和全球暖化的關係會有些什麼意見呢 我就不是生態足印的專家 認識不是太多 但是呢 他就和那個氣候變化 是有個關係的 那就是 是關乎 就是 全國地球 是不是可以持續 持續下去 就是現時這樣的生活模式 是不是可以持續下去 很多地方 經濟發展 那 自然間呢 老百姓 市民那個 要求 生活那個舒適呀 生活的模式呢 要求是多了 那 引申出來呢 就是利用的能源會多的 用的能源會多的 那 那 那 導致的後果呢 就是如果假定我們不是用一些再生能源的話呢 導致的後果就是我們用那個生化的能源就越來越多了 那 那個 生態的足跡呢 我剛剛查過 上網查過 其實 現時來說呢 已經超過是1.4的 1.4個地球 因為2006年我們是已經全世界已經是1.4個地球 就是呢 一呢 就是最好的 一呢 剛剛是 一個地球呢 剛剛好呢 就是我們燒好的能源燒好的東西呢 剛剛是地球可以恢復得到 補償得到 變成是可以持續下去的 但是如果1.4呢 或者是以上呢 是代表呢 是我們持續不到的 那我想問呢 是 對於全球暖化或者有變化 其實是 暫時來說 那個關係不是太大 不過對於香港的影響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就是呢 譬如厄爾尼諾年呢 就 我們風櫃呢 傾向於遲些才出現的 那 如果厄爾尼諾年呢 春天來說呢 就是現在這些時間呢 可能是比較多雨水的 那天會陰些 多些雨水 至於拉連娜 對我們的影響是什麼呢 就是 影響其實就不是很明顯的 主要來說呢 就是去回比較正常的 意思就是 譬如我們的風櫃呢 風櫃呢 就會是正常的 這樣5月開始 至到10月結束 拉連娜來說 對香港來說 是比較正常些的 那如果人民的那個生活模式 還有那個城市發展呢 那個速度是不變呢 那那五十年後的大戰 會有什麼變化呢 啊 那很慘啦 五十年 不用這麼說 就是那個溫度呢 會是升得很快的 五十年後呢 就 其實那個溫度呢 香港來說 香港起碼就會升 兩至三度 三至四度 那去到世紀末呢 就是會 去到升到四至六度 那你想想一下 如果那個溫度是增加 譬如假定是五度 那計數 那今天是幾度 今天是 十五度左右 那突然間變了二十度 原本二十度變了二十度 那變化是很大的 那去到這個世紀末 其實就是 寒冷的日子呢 可能是差不多永遠消失的了 嗯 那最後 台長有些什麼意見 給我們的學生 在生活 在生活 細節上有些什麼要注意 可以去 去 舒緩我們現在的全球暖化呢 嗯 那我要問一下你們 你們怎麼來的 你們 你們 搭車來 有時候是有人駕車來 還是什麼 怎麼來這個問題 我們搭車來 對啦 這件事是做得對的 就是要公共汽車 最好的 用公共汽車 因為香港是很方便的 公共汽車 減少 開車 其實很多生活的細節都可以留意的 譬如是 嗯 可以省很多能源 因為用 冷氣呢 其實我們講的是 用十倍的 比較用過風扇 嗯 這個一樣 第二 其實很多的細節 就是 譬如我們可不可以 現在開始都用 就是省電膽 那些 其實是相當好的 做法 一些簡單的細節 譬如我們 吃飯 吃飯都是一種 一種 是 習慣呢 幫到我們 就是可不可以 減少一些廚餘呢 啊 啊 吃飯可不可以簡單些 譬如說 多些菜 少些肉 其實是很好的 對身體 但是對於那個 另外那個 炭竹印呢 也是相當好的 因為你 種菜 和 就是 就是 生產肉類的 那個分別很大 那個 用的能力 能源 和用的水 的分別都很大 嗯 今天我們很多謝 台長接受了我們訪問 多謝 好